歡迎收看今天的產業勁爆 我是宇宗翰 馬上來帶您看到今天的產業動態 政經券你六月中 先預約七月上路 等待期間讓業者喊加碼 鴻海公高階面板及封裝 擬查無意投資 離頂半導體 六產業前四月營收戰勝疫情 半導體年增進百分之二十二 信譽航空要飛沖繩 表定七月一號開航 來關心台股 台股昨日一度跌近百點 今天台股四度供萬一 開盤隨即占上一萬零九百關卡 主要因為前往台積電回程 鴻海大力光也走揚超過百分之一 帶動多方信心持續點火 盤中站回年限 創下波段新高 隨著美股昨日陷入高檔震盪 市場觀望美中關係 中港關係的變化之際 法人認為大盤短線上工 萬一關卡壓力仍不清 應先行站穩月線支撐 提供給您參考 接下來請看今天的 財經一百秒 南韓汽車製造商協會發布報告指出 截至五月中旬 在全球十三個主要汽車生產國中 美國與其他十二個主要汽車生產國的 汽車工廠開始恢復生產 佔總數超過八成 但產能全開還需要一段時間 全球最大晶圓代工廠台積電宣布赴美設廠後 中國最大晶圓代工廠中芯國際十五日公告 以獲得由中共當局所支持的基金的支持 注入金額達二十二點五億美元 若台積電向華為停止供貨 中芯是否成代替 日媒指出這兩家企業在技術水平 規模上存在巨大差距 由於中芯國際技術水平較低 可能存在局限性 估計只能代替部分半導體的生產 墨西哥總統歐布拉多二十五日表示 中國作為世界最大工廠將降低產能 而墨西哥將因此獲得機會 得到更多投資成立公司 並創造就業機會 英國首相強生宣布將放寬封鎖措施 下個月起將允許非必要商店重新開放 新唐人也還電視著你報導 台灣的口罩販賣禁令即將解除 指揮中心宣布除了政府徵用的 八百萬片口罩以外 開放業者自由內外銷 消息一公布馬上讓業者電話被打爆 來自國內外訂單 不斷業績成長三倍以上 隨著疫情趨緩 日前指揮中心宣布開放口罩內外銷 最快在六月一日上路 而為了協調定額徵收與自由販賣 經濟部二十六日召集口罩 國家對業者開會討論 如果能夠趁這個機會 我們可以讓我們多餘的產能去做外銷 幫助其他國家的人 盡早幫他們恢復經濟的狀況的話 我認為對我們的經濟也好 對我們國民健康來講都是比較好的事情 這個是必然的趨勢 因為等到疫期的這段時間結束之後 還是要回到自由市場 六月之後趁天氣轉熱的時候 做一個銜接開放 我覺得是很好的政策 口罩禁令即將解除 消息一出口罩業者諮詢電話不斷 還收到來自國內外的口罩訂單 自立巴西 美國 菲律賓 澳洲 馬來西亞 至少大概有三倍以上的訂單 這個訂單都是在短期 大概兩個禮拜是一個月之內交期 要補足到一百萬片 兩百萬片左右 大部分都是用外銷的大訂單為主 不過外界也關心 開放口罩自由販售後 口罩價格是否會跟著上漲 部支部工會理事長陳世忠也表示 目前已穩價穩量 加上實名制並行 價錢應該很穩定 新唐人亞太電視 胡宗翰林家瑋 葉雲汝 台灣台北報導 帶您看到今天的國際重要財經報紙訊息 紅波社蘋果部分日本門市將於週三恢復營業 金融時報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裁決 福斯汽車必須買回廢棄排放造假柴油車 華爾街日報第一季全球貿易因疫情急降 凸顯全球化產業供應鏈的缺陷 日本經濟新聞 日本全面解除緊急事態宣言 地方補助金上調至兩艘日圓 台灣嘉義曾是亞洲最大的木材集散地 有著木度的稱號 曾孕育許多木座降師 時代的變遷 這些傳統木座也面臨斷層 一位嘉義的子弟侯志明 六年前毅然居然辭去室內裝修工程事業 投入木器領域 只因為尋求生命的價值 侯志明使法自然創作多用途木器 也為自己開創了不一樣的 木器人生 木器人生 算蜜的 一筍一毛 你如果太鬆也不行 然後太密也不行 就是要適當 它也是一樣 壓下去它就彈出來 然後到底它也自動卡住 這個是專利 木器藝術家胡志明說 是以傳統魯斑損工藝為基礎 進而創作 四十六歲的他 原本為室內裝修工程師 足跡遍布百貨業 飯店業和政府部門等 不過在他補貨之年時 開始認真思考生命的價值 於是他重新拾回 兒時最熟悉的記憶 木作 我們生命的價值 人生的下半場 該如何去做一個規劃 那就毅然決然回到嘉義來 侯志明的爺爺 是日治時代的大木作講師 屬屬是細木作講師 侯志明從小耳濡目染 對木作自然產生興趣 而創作理念 以綠色永續思考 關懷社會出發 像是逃城野球蟻 結合加農棒球人的精神 傳遞侯志明對嘉義的濃厚情感 還有取自大自然生態 藉由蜜蜂所創作出的規矩茶具 蜜蜂世界它是個師棋子 就分工合作 不會去樂矩 使用者能夠去體會它的溫度 以及它的細膩度 還有它的味道 運用笑奶木的特性 設計出3D立體措施的蜂巢杯墊 栩栩如生的女王蜂 是充滿巧思的茶器組合 蜜蜂的骨架是茶針 蜂頭為茶針架 蜂身為蓋製 蜂尾是茶澤 侯志明的創意不僅於此 就連古代用來 襯量物體輕重的器具 權衡也能成為多用途的文房用品 你缺金減量給你的消費者 或是業主 那會損損你的福 少你的路 讓做生意的人去省事 以北斗七星為主軸 掛上五支毛筆代表五行 侯志明慢工出細活 以細緻的木器拋光 代替上漆 友善環境於使用者 施法自然 每一個細節 蘊含東西方哲學 值得細細品味 當您看到明天5月27號星期三 有哪些重要的財經活動 美國聯準會發布經濟狀況和皮書 台灣的國發會發布4月緊期對策信號 中日可成法說會 望紅長榮行成品生活股動會 謝謝您收看今天的產業禁報 我是宇宙漢 我們明天再見 我們明天再見